歡迎繼續收看上網問公訪 翁Sir, 考考你一個血喉語 看你猜不猜到 我血喉語最厲害, 你說吧 就是這個床下底劈柴 是兩個字的詞語 糟了, 不會, 撞板 這樣也被你撞到, 真是撞板 在家裡的小朋友, 千萬不要學 大朋友也不要學 猜香港的一個日常用語 有點外出, 九十後應該沒怎麼聽過 千萬不要學, 我受過專業訓練 很棒的, 看… 我撞… 埋埋埋埋埋 快板…到… 撞板 當我們遇到阻礙 又或者做錯程序的時候 我們會說… 糟糕, 撞板 現在的人會怎麼說呢? 兩頁 這塊板是什麼板? 是…木板? 雲石板? 黑板? 白板? 天花板? 還是… 你老板? 原來這塊板可以追溯到粵劇的傳統 在粵劇的技巧裡 板是代表速度和節奏 有時還沒睡醒 在你演奏和唱歌的時候 在節奏和速度上出現錯誤 即是有時長了, 又或者短了 這就是撞板 傳統的粵劇 有很多民間參與的元素 觀眾和樂師交流頻繁 他們聽得多, 這群專業人士說得多 說這道撞板, 那道撞板 自自然然撞板 就傳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裡 不過這些潮語的命運 通通都是一樣, 是有期限的 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板有眼這句成語? 為什麼? 不要問我, 問你老闆 屈原是著名的愛國詩人 在唐宋伯大家之中 蘇東波的作品《屈原塔》裡 說到屈原古葬事, 就死以堪裂 以古葬事來形容屈原 肯定了屈原 投江自盡是一個愛國情促的表現 但是為什麼屈原中軍愛國之餘 要搞到投江自盡呢? 認識一下屈原和她的作品的話 我們就要先聽聽Ms. Chang的介紹 下星期一, 就是農曆五月初五 也就是我國傳統的端午節 端午節我們又稱為端羊、蟲、或者端午等等 大家都知道, 端午節裡有很多活動 其實都是紀念和屈原有關的 大概在距今二千四百年前 當時的戰國時代 當時楚皇非常棄重屈原 不過後來楚皇聽信這些守舊派 他們不停去詆毀屈原 而慢慢地楚懷皇也疏遠了屈原 屈原懷著一個很悲憤的心情 後來寫了離蘇、天文等等不撈的作品 後來這個秦國就攻佔了楚國 更加是攻佔了八個城池 當時就更加派出大使 就跟這個楚懷皇說 就邀請他去到秦國以和 但是屈原看破了裡面的陰謀 冒死, 陳述利害 不過楚懷皇始終沒有聽到屈原的勸諒 更加把屈原逐出了影都 而懷皇就如期去到楚國 就正如屈原所說 楚懷皇後來就被囚禁 更加悲憤交加 不過更加最慘就是 在三年之後就死於過秦國 屈原流放了去外面 離開了影都 知道影都被攻破 而懷皇也都死了 接到惡號之後就萬念俱灰 最後就投進密羅江自盡 老百姓知道屈原是愛國的言士 大家也希望就奮力去將他打撩 更加把種子、雞蛋下去的江裡 希望魚不要咬屈原的身體 從此之後 五月初五就屈原頭江那一天 楚人就會在江上爬龍舟頭種子 喝紅黃酒以此紀念 偉大的愛國詩人更加以 舉世皆族我讀清 眾人皆醉我讀醒 去表達了自己的情懷 而他重要的作品就有 《尼蘇》、九歌、九章、天文等等 在尼蘇裡面他就導出了 《屈心而益智勢》、忍猶而釀救 表達了詩人那種忍受承擔恥辱 和誣蔑 劉協高度去讚揚屈原 說不有屈原,喜見離騷 驚財風日,壯志煙膏 而這個楚詞就修錄了屈原主要的作品 是他詩歌的總集 裡面的特色就是 《書楚與作楚聲》、《記楚地明楚脈》 更加打破了詩經四言的格式 在文歌基礎上就創作了參詩的句式 很多都用了一個詩字 稱為這個蘇體 後來也稱為這個楚詞體 是一種創新的傳統 成為了浪漫文學的代表 而詩歌更加是由四言演化 到五言和七言 影響到漢富的產生 後來就在聖堂的時候傳到日本 十六世紀的時候去到歐洲 之後歐美更加加以去研究 將它翻譯成不同的文體 受到國際漢學的重視 下星期大家除了去慶祝端午的時候 不妨去緬懷一下屈原的愛國情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大眼網這種運動呢 原來大眼網這種運動是由英軍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帶來香港的 去到八十年代香港已經有它的代表隊 還參加一個國際賽事 大眼網在香港並不是一個很熱門的運動 不過它在學生之中也很受歡迎 這個時候不如我們一起去感受一下 大眼網這種運動的樂趣 我叫馬丸蓉,今年讀中午 第一次接觸大眼網就是小學六年級 後來跳著,覺得自己挺有興趣 想盡一步地去學習 好,我叫胡永泉 今年中午,我玩了大舞有六年 我開始在這裡跳大舞 是因為有人介紹我過來的 我之前在玩藝術體操和技巧體操 然後發現這裡也跳得不錯 所以就繼續跳 彈網這種運動的玩法就是借助彈網的回彈力 將一個人跳高 然後在空中做出不同的動作 我覺得玩彈網的條件就是 首先身體的柔軟度 因為如果你身體沒有一定的柔軟度 做起上你的動作就不夠優美 其次就是你的體能訓練要做得很好 因為大眼網需要運用到全身的肌肉夾緊 才可以做到一些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跳大眼網最喜歡的就是勇氣 因為當你跳到這麼高的地方 你會感覺到一些離心力 很需要有一份勇氣去做不同的動作 一周後空翻,將雙腳放向天上 直至至遲針上的12時位置左右 一後整個人要保持垂直的狀態 直至整個人拿回大眼網才完成一個動作 前胸就剛剛相反 前胸翻一周的動作就是向前轉看一周 亦將雙腳放上天,不過是向後擺 亦是指向12時的位置 然後讓它下來 趴彈是要跳高,拉直整身 然後向後指一指腳 然後還有一個好像趴的動作 然後用回彈力站起來 然後用回彈力站起來 我認為雙人同步的難度是高於個人的比賽 因為雙人同步很講求雙方的默契 和合態性 因為雙人同步要完成一套動作 也就是十彈的動作 而十彈的動作 需要一模一樣 雙人同步要求一模一樣 他的彈跳高度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雙方很有默契 難度是在於兩個人的特色 或者跳的高度 做不同動作的方法和技巧 可能會不同 遷就起來就有點困難 我覺得高度是問題 因為我跳的時候 然後跳完一個趴彈的動作 通常都是很矮的 所以馬英雄就我的時候 就得比較辛苦 所以我也要儘量跳高一點 讓馬英雄不用就得那麼辛苦 因為他就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他的動作分 我希望大家做的動作就一致 因為我們平時 兩個人的動作平度水平 有一點差距 高度有一點差距 所以我們練習的時候 也儘量協調 但是比賽的時候通常都會緊張 希望可以保持水準 記得平時練習的情況 我們兩個甲童部 都一直有進步 我們從三、四年前開始 由第七名馬英雄跳到第四 再到去年第二名 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取回第一名